剪子是其中一種最古老的民間藝術 發展到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種不同的技術和風格 現在我們就來到一個展覽 一起看看不同類型的剪子藝術 資深剪子藝術家李雲俠一起割成就完成了燈飾剪子作品 剪出一對可愛的老虎,認真認節 是我的家鄉,我的媽媽、媽媽都是做展示的 所以我們生年家家戶戶都有做展示 受他們的影響,所以就做展示了 因為我的家鄉在西安那邊 剪子有很多類別 李雲俠會做單色剪子作品 亦都會創作更複雜的多色剪子作品 我們會把不同的顏色拼滿一層,我們就叫拼子 然後呢,如果從下面呢,可以拖出來一個型子呢 我們就叫拖子 這個剪子特展展出近90件不同風格的剪子藝術作品 在這裡,七位藝術家展示出剪子藝術 從傳統到當代轉變得更為豐富、多元化 其中一位就是年輕藝術家鄭凱恩 以往做的剪子作品 主題多數都是圍繞著花和植物圍著 因為我覺得本身剛開始學剪子的時候 已經知道其實不同的花可以代表很多不同正面 祝福的寓意 所以我都很想可以透過我的作品 可以帶到這些信息去給觀眾 可以介紹一下其中一幅叫招眼 意思是解作牽牛花 牽牛花不算是一種很中國傳統的那種花 它可能偏向西方一點 而為什麼會喜歡這幅作品呢 首先它用的技法和我以往的作品有些不同 你看到它的對比比較分明一點 還有背景和前景 好像有一幅完整的畫畫作品 還有牽牛花有一個很好的寓意 就是它是一種很樸實 不是那麼虛華的一個花的主題 它是比較低調一些 同時它那個象徵著一種密密向上的精神 所以這幅是我很喜歡的作品 我會形容我的風格是比較纖細和細理一些的線條 同時在用色方面 可能都會比較淡雅和柔和一些 就是比起一些很強烈很對比分明的顏色 可能我的作品會是偏向雷性化一點 就是我會這樣形容 其實在選擇昆蟲的主題上 都有一些我自己的偏好 因為我喜歡一些很幼細和尖銳的線條 而竹蜻蜓就是其中一個很能夠帶到這種特質的昆蟲 在技巧上它就經常會用到對稱手法和孔剪法去創作 譬如是孔剪法 孔剪法的意思就是 譬如你看到一些剪子的紋樣 它在圖案的中間裡有一些線條 那時候就要用孔剪法 意思是要在紙上用剪刀開一個孔 然後在裡面繼續剪下去 而且也會很常用到對稱的摺法 或者是可能多重的摺法 這些都是比較常用的方法 除了平面作品 另一位藝術家就告訴我們 原來剪子作品還可以以立體形式呈現 我會想做一些立體的紙作品 於是乎 這是一個念頭 沒有說 因為我很想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 而去特意要做到這樣 只是突然間靈光的時候 不如試試幾張紙在一起 和相對而言不規則 究竟它最後出來會變成什麼 在我創作過程 其實某程度上我也不知道 我要去到差不多完成了這個作品 才看到它告訴我 這幾張紙 它們想變成什麼形狀 它本身也是一位舞台燈光師 所以特別注意到光影在紙上的變化 只不過我想是因為我做這個作品 可能我又做舞台燈光 舞台燈光裏面有一個工具 我們叫高寶 高寶這個東西其實跟剪子的原理一樣 它只有黑和白 只有光和暗 其實某程度上 跟它的圖案和剪子的原理一樣 都是最近的創作裏面 都放多了一些文字 一來某程度上 直接點可以表達到自己的想法 情感 或者一些寄望的東西放進去 而這四個作品裏面 都有一些文字 最喜歡會是灰色系列的一個作品 因為某程度上 它是一種沉重的感覺 亦都是我自己 可能這兩三年自己的情緒 或者自己思考的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可以反映到作品 在我的作品裏面有一個題目 叫解 解是甚麼 其實解是有少少好像用刀去切開 是這個意思 其實某程度上很虛 因為剪子或者我的剪子 就是要用刀去切開紙 其實某程度上正在形容這件事 對我來說 創作的過程很重要 當然解字這個字可以有很多解釋 解釋已經是跟解字的關係 解釋可以有一個解釋 或者是量解 理解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深入去一件 一個物件 一個事情 一個過程 每一個藝人他們自己的風格都不同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能力很強 一來是我做不到的 二來就是看到他們如何用他們的方法 每個人的手法都不同 每個人選的材料都不同 每個人的構圖都不同 而有些比較傳統的東西都是新的 對我來說 我賺了 我有份製作的作品 我覺得我賺了 因為我更多機會 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作品 我去學習 而在七位參展藝術家當中 其實另外四位都是台灣藝術家 剪子藝術大師李換張的掩飾剪子 色彩鮮艷 李更純的作品充滿童話氣息 陳彥廷的作品就中世合璧 還有楊雅亭的台灣缺淚剪子作品 展示出一刀刀刻畫出的凹凸骨鋼 令原本平面的指缺 幾乎變得可疑意假亂真 令人目不暇給 其實我首先覺得在香港 都很難有一個這樣的展覽 這麼集中去說 關於剪子的主題 同時也因為 在今次的展覽裡面 其實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不同 藝術家的剪子作品 之餘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 很強烈的個人風格 無論是傳統的剪子 去到現代的剪子 甚至是將剪子 再變成立體的指藝作品 去呈現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真的可以展現到 很多不同的面向給觀眾 與此同時 其實我也很開心 看到很多 真是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聽過的大師 可以跟他們一起展覽 例如是李雲俠老師 李雲俠老師 是我老師的老師 所以以前讀書的時候 已經有看過一些新聞 認識到李雲俠老師 所以在現場見到珍惜 那個感覺是很興奮 來自北丹的唐卡斯 祝義健良 定居在香港超過十年 將藏傳佛教藝術和精神 以不同的形式帶給大家 下星期 我們就去認識一下它 想重溫今集節目 除了我們的網頁之外 還可以用手機 透過我們的友善新聞APP 看看